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各位一席的朋友大家好 我是徐卫红 我来自陕西 以前曾经在秦始皇陵兵马俑陪葬坑 做过考古领队 我现在是秦咸阳城的考古领队 所以我从职业上来说 几乎在我将近三十年的考古生涯中 大部分的时间是和秦人和秦始皇在打交道 今天我想跟大家分享一些考古故事 就是关于秦始皇的故事 首先我们要回顾一下秦人的历史 人说唐僧取经经历九九八十一难 其实从蜂拥到王国到帝国 秦人一路走来他们非常的不容易 那么就这样子的话就是有三个历史阶段时期 首先一个就是在甘肃的天水地区 这个时期我们可以管它叫做一个幼儿时期 或者说不好听的话是没娘养的时期 因为在这个西垂的地方 它完全处于一种自生自灭的状态 另外第二个时期就是在著名的一个历史事件 叫烽火系诸侯的这个事件当中 秦人成功地站对了位 他们在帮助这个周王的过程当中呢 得到了一个周王的一个奖励 允许他搬到了甘肃的宝籍地区 在这个宝籍地区的阶段 他经历了一个迁议 然后呢又经过了一个迁位之会 最后的几次辗转迁到了雍城 雍城是秦人发展的历史过程中 一个非常重要的城市 在这个历史地位当中相当于一个圣都 以至于在秦始皇建立大秦帝国的时候 他登基加勉是在雍城举行的 我为什么要特别提到这个雍城 雍城的存在 这个圣都的存在实际上呢 是影响了咸阳城的这个城市建设 第三个时期呢 就是秦人在宝籍奠定好了一个 这个统一帝国的这个基础之后 他们继续地向东走 走到了咸阳这个地方 这样子三个秦文化的中心 实际上是我们几代人 对秦文化的一个探讨过程 我们最后总结了一个词 叫九都八千 就是在秦咸阳城之前 已经有了九次迁都 一共有八个地方 当然中间这些过程当中 他们会有反复 具体的时间上面还有一些重复 所以只是一个大概的一个路线图 咸阳究竟在哪 我想很多人有这样的误解 包括我在兵马俑博物馆工作期间 对这个秦阳城实际上也是一个很空白 了解的并不多 我们都管它叫咸 咸甜的咸 它成了味道 实际上呢 山水巨阳是显阳 就是都的意思 那么从它这个文献上 我们就可以知道它的大概的位置 意思好像是说在渭河的北边 在九宗山的南边 这一个狭长的黄土的高原地带呢 是显阳 实际上 这是文献中给我们大家的一个错误认识 或者说 这只是在显阳城最初建立阶段的一个地理位置 随着显阳经过一个不断地变化 建筑的规模呢 也不断地扩展 从孝宫开始 最初的立脚 可能在某一个点 但到了第二代的时候 一共有144年 这个建设的过程当中 咸阳的规模是不断地在扩大 这是一个咸阳的具体的位置图 从这个位置图上我们可以看到 在咸阳城的 它的最南边呢 以往是有一个西州的风景和浩景 到了后来 就是秦之后呢 有西汉的长安城 还有隋代的大兴城 唐代的长安城 所以说这个咸阳所处的地理位置上来说 它是有丰厚的文化底蕴 说了咸阳城的这个位置在哪 那么就说咸阳城的范围 曾经在一席的这个讲台上 来过一个考古界的男神 叫许红老师 他是二里头考古的领队 许红老师最著名的一个科学的推断 就是大读无成 那么咸阳城到现在留给我们的一个谜 也就是经过几代人的考古工作呢 我们实际上并没有找到城墙 但是没有城墙 就是城市的地标 是不是这个城是不存在的 这也不对的 实际上咸阳虽然没有找到外围的城墙 它有各种各样的原因 比如它卷址的原因 就是还有它那圣都存在 一直存在的那种客观的条件 咸阳城的功能区是晚辈的 比如居民区 比如商业区 还有它就是南北两个宫区 这样我们如果把咸阳城的一个具体的范围 画一个大致的一个轮廓的话 它是一个南北辖长的这样的一个图形 北边是北宫区 到现在为止 经过我们这几年的一个考古勘探的摸底 大概有47处大型的建筑 北边向南中间的地方穿过渭河是有一座古桥 这个古桥是2013年考古发现的 被列为当年的一个十大发现 过了这个桥再往南走 就是南宫区 南宫区这个里面有一个重要的地方 阿芳宫 阿芳宫实际上是没有建成 这是考古已经被证实了的 但是阿芳宫是正在建的 并没有建成的 并不否认它说它已经在建 建阿芳宫的时候呢 这个本来原地表呢 它是有一条河道 为了把阿芳宫 就是新的政治中心选在这个位置 把这个河道人工地进行了填埋 所以现在有一个流行的观点就是 阿芳宫的这个位置 应该是秦帝国阶段的一个城市轴线 另外呢我觉得不仅是 咸阳城不仅是没有城墙 到现在我们找不到城墙 是个历史之谜 然后文献上给我们说到了 山水巨洋明咸阳 这样造成了一个误解 说咸阳城好像只是在渭河的北岸 而南部分的宫区 大部分呢是因为被西汉的长安城所继承了 人们对这个工作就是有一些 偏重于汉长安城的这个考古工作 另外一个就是误区我们经常会认为的 咸阳城就是城 实际上在我们考古的还有历史圈 我们都知道一个话叫做灵随都意 就是城和灵一定是相辅相成的 有城就会有灵 所以探讨咸阳城的时候 我们必须要说到一个东西 两个灵区 秦西陵和这个秦东陵 那么我们著名的 我今天重点要说到的就是这个秦始皇的陵 是属于东陵区 有一个文学测评 是杜牧的阿芳公赋 这个里面就说到了阿芳公的规模 是如何的奢侈 豪华 秦人的灭亡呢 是如何的必然 山河国刚才也说到了 经过我们考古工作的证明 阿芳公正在建 没有建成 所以杜牧文章里面说到的 关于各种各样的阿芳公的指责呢 是不合适的 但是如果我们把阿芳公赋 扩大到整个咸阳城来说 它的描述 还有它中间体会到的一些内容 是符合的 比如说到这个复道 说到它的这个高低的建筑 还有建筑的数量非常多 你进到这个建筑里面 根本就是迷宫一样的 东南西北你比较转向 不知西东 这种情况实际上在我们几代人的 考古工作中已经完全证实了 不仅是南宫区 北宫区也是这样 这是八十年代考古发掘的 我们编号为一号宫殿的宫殿遗址 这个宫殿遗址呢 它是一个高台的多层建筑 就是先建立一个大的夯土台 然后在这个夯土台上有三层 最底层是回廊 中间是十多个独立的小房间 最上面的主垫使用面积是一百多平方米 中间的柱子有粗呢 柱子的直径粗就是六十公分多 中间的小房间其中有一个是换洗室 换洗室的洗手池的位置 因为害怕防止那个水溅到墙上 它还贴着有壁砖 就是类似于这样子的建筑规模 包括它的台阶 这踏步 龙凤文的踏步 完全都反映了这个宫殿的奢侈程度 我们说秦始皇统一中国后 一个很伟大的一个政治的措施 是车桶轨 另外呢 还有秦朝的高速公路的修建 比如秦植道和秦池道 他用通往各地的高速公路来加强 对各地的这个政治经济的管理控制 在这个道路的修建过程中 秦始皇他曾经下了一道命令 就是说这个道路应该怎么修 中间的说这个路要多宽 多少米要有一个水池子 就是要来给这个路负责洒水 另外呢多少米要种树 具体的路面的这个铸造的时候 这个土要引以金锥 什么意思 就是拿金属做的夯具要锤打结实 这个是我们去年 我们接到一个消息 就是说施工工地上 推出来一条古道路 然后我和我的同事们赶快就过去了 根据它这个路面上的这个高度 中间路面上出土的这些铜钱啊 铜片啊 我们断定这个东西是秦咸阳城有关的 是通到咸阳城工区的 那么经过考古工作以后呢 我看它的这个路非常宽 有五十多米 中间分布着很多的车辙 车辙可能大家有的时候不接触考古的话会比较迷惑 就是前有车 后有辙 车辙就是车咕噜压过的痕迹 然后我把它叫成帝国大道 类似于这样子的帝国大道 我们到现在为止掌握了有三条 就是东西向一条 南北向两条 这么这三条大路现在目前为止 就是构成了咸阳北宫区里面的一个城市的一个路网 这个路网有多重要 它对于我们考古的来说 它是咸阳城北宫区的一个框架 因为咸阳城我们找不到城墙 所以我们没有办法给它用城墙这种代表物呢 划定出它的范围 只能用城市的路网 甚至城市的一个地下水道的这些线性的东西 给它确定出来 通过这个帐梁呢 这个车轨的宽度是1.35 其实数车轨是一个很痛苦的事情 因为这个道路路面上会留下很多的车 车咕噜的印 就是我们说的车折印 我们怎么样确定两个车折是一组 只能在这种车折转弯的地方 这个在我年轻的时候 我属这种东西就是比较痛苦 当然了 我现在就可以让学生去做这么痛苦的事 我刚才说 用动物的鹅房功夫 经常都要去想象咸阳城的这个规模 那么我通过这几年对咸阳城的一个工作呢 我就觉得 首先一个我们要明确 咸阳城南北两个宫区 东西两个林区 中间呢是一个横桥 这是一个大概念 另外呢 就是咸阳城是一个国际化的大都市 我们说它的大 因为它南北两个宫区 为何从它中间穿过 因为这几年我们考古的工作呢 已经证明了它的北宫区 所涵盖的范围是73平方公里 那么我们现在由于这个建设 如火如荼的到处开展 所以现在对咸阳城的这个保护范围 只有20多平方公里 核心区就是这个地方 你坚决不能开推土机进来的 这种我叫白菜心疙瘩的地方 只有两平方公里 那么我经常在一些施工工地 跟人进行交涉的时候 叫推土机展示停下来的时候 我就会跟他说 70多平方公里 是我们目前历史这么多年 能保存下来的秦帝国的痕迹 那么我们现在有能力保护的是 23平方公里 中间的核心区只有两平方公里 如果你的推土机再这么无形的话 你是不是愧对古人 所以在这种情况下 咸阳城的这个文物保护工作 也是非常的艰巨 这也就是为什么 我能接受一席的这个 给我这个机会在这 来跟大家讲讲咸阳城 话说回来 说咸阳城是一个国际化的大都市 我说它的规模非常大 就是我们现在确定的保护区范围 就是73平方公里 那么国际化 这个事是不是有点说得太大了 首先我们从这个国家的内部来看 这个地方咸阳城作为帝都 皇帝的政令 国家的公文 都是从这个地方发出的 这件秦照版 就是出土在咸阳 它是皇上对下发的一个公文 为什么不写在纸上 纸和竹简都容易腐烂 它把它住在了青铜上 来以垂久远 可以流传到全国各地 从国家层面上 它的内部从此上来讲 它是一个政治经济文化的中心 那么从诸侯国的层面讲 是个如何程度呢 在咸阳作为秦始皇首都的 以前在战国晚期 孝公经过我们经常说的米八子 就是宣台后 他们这个一系列的发展过程当中 咸阳也是一个大都市 类似于的证据 就是我们在咸阳城考古工作中出土的各国的器物 比如陈元金币 齐国的齐法化 楚国的以敌钱 还有其他国家的一些刀壁 这是咸阳城出土的楚国和陈元的金币 另外还有一些 就是其他各国贵族使用的器物 比如这件青铜钟 它原来属于魏国的器物 但是呢 经过战争或者一些贸易的交流 辗转来到了咸阳 我们就想到了 俄方宫里面说到的一个话 燕照是收藏 含味之精英 不管是哪个国家的东西 只要我咸阳城没有的 我全部就可以输来其间 那么咸阳是一个国际化的大都市 不仅仅是指着我们这个 就是现在概念上的这个中国含义上来讲 就是诸侯国之间 它是有一个很高的地位 实际上它是真的国际化 比如咸阳城一个墓葬里面出的这种陶模具 这个陶模具呢 它是制作的产品 是类似于这个右边呢 就是这件的腰带式 这种东西我们以往考古中多发现于 内蒙 东北地区 宁夏 这些长城地带的 就是长城内外两边 它是马背民族用的腰上的一个装饰品 那么咸阳城里面不仅仅出了这样子的 就是我们叫透雕青铜腰带式嘛 不仅仅出了这种腰带式 而且它现在出土的是制作腰带式的模具 就说明了咸阳城里面呢 一定有一群人来自于马背民族 而且他们是长期的定居状态的 一个大群体的人 为了满足这些人的生活需要 所以才能有这样类似的工厂来生产类似的器物 所以我说它是一个国际化的大都市 当时据文献推测 这个国际化的大城市 人口是100多万 这是文献中经常提到的一句话 就是说我们有一些最重要的事情 就是一个祭祀就是礼 另外一个就是军事 礼呢所以要用礼乐 礼乐绝对不是我们民间的小调 吹的一些管弦呀 弹的一些琴呀 它一定用到的器物是 金声玉震的器物 石庆呢就是发出玉震的这种乐器 那么刚才我说了 各国的好东西宝贝 咸阳城非常多 一句不夸张的话 咸阳城里面可能我们随便一走一脚 就会被金疙瘩给搁着脚 我现在这里面展示的这个东西 是2015年的冬天 我有一次散步 在一个基建工地的绿化带 好像考古的人经常会有这个职业的毛病 就是不走好路 不走水泥路 如果有土路 有农村的那个乡间小道 我们一定是走乡间小道 其实它这条建设的工地呢 路已经都铺好了 水泥两边都铺好了路 很平坦 但是我可能就是职业习惯 我就走到它中间的绿化带里面去了 在绿化带里呢 我就看到了这件这个石头 当时有很多的土灰 想都没想 直接告诉我 这是一个古代的东西 然后我就拿回来了 当然经过后来几天的过程 然后我们确定它是一个石庆 那种喜悦是无以言表的 我们后来通过这个检测 就是检测它的材质 检测它的制作痕迹 使用痕迹 最让我得意的就是当时我在这个分析当中我提出来 这件东西是属于咸阳城 秦咸阳城北宫岳府的国家礼乐里面的石庆 可能这是机缘巧合 但是总是一种缘分 在去年我们进行的主动发掘项目当中 真的带着文字的边庆 就出现在了我们的手底下 不要小看这两个字 这是岳府典型的秦小传的字体 这两个字可以说 对我们考古人是非常地有意义 首先一个意义呢 我们看右边的这件边钟 这个边钟是我的老师在秦始皇陵考古工作中 捡到的 它是有一年的春节它值班 值班的时候它去散步 同样的也是不走好路 就是看到有农民取土的那个坑 它就过去了 过去了之后就看见了这件东西 就捡回来了 当时呢 它这个上面刻了两个字 就是错金银有两个字 岳府 老先生很高兴 因为这两个字解决了历史的疑难 我们都知道岳府诗 中学的时候有经常体力的岳府诗 然后文献上也记载呢 从汉武帝的时候开始设岳府 那么这个东西 这个边钟上面的这个岳府 发现在秦始皇陵 那么因此呢 也就把岳府设置的时间 从汉代推到了秦 非常不幸的是 后来这两个字 由于种种变故 这两个字现在是不存在了 中间我就不多 不太展开说 所以到目前为止 我们去年出现的 这两个秦传的岳府 应该说是 现在能看到的 一个岳府 秦社岳府的一个时政 如果没有发现这两个字 我的那个对北宫岳府 我捡到实情的推断 永远停留在推断 我们敲不死 但是去年正式发掘里面 出图了这两个字以后 就是完全证明了我的判断 我经常跟学生有的时候说 我看 我说要有一种 到一种牛人的程度 你就要像我这样子 就是在没有发掘之前 我就要给他一个正确的判断 我刚才说到 岭随都役 就说 咸阳城市包括城区 两个岭区 那么秦始皇陵呢 是属于东陵区 秦始皇是个牛人 他很牛 所以我不跟你们 在这个东陵区的大范围内 我自己稍微往边上 独立为岭 这样也就有一个 秦始皇陵实际上是属于 秦东陵 这么一个从属关系 那么秦东陵呢 它属于咸阳都城 这样一个关系 对于秦始皇陵 史记里面用了九十个字 中间有几个很关键的词 大家可能是 经常会有兴趣 然后有一些朋友也经常问我 比如说宝贝藏满了 比如说这个机关 就是地宫里面有没有机关 比如说这个说水银江河 这个事都存不存在 实际上有些东西 比如说水银 我们考古已经证实了 类似相关的资料呢 大家随便网上一搜 都可以搜到它的建设时间 这些也都没有什么问题 至于说它的珍奇宝贝 藏到什么程度 满到什么程度 截止到现在 我们对秦始皇陵的考古工作 已经证明了 就是陵区实际上有四个层次的 宝贝的东西分布吧 第一个层次就是它的地宫 地宫里面有水银 这是已经证实了的 至于说有没有机关 比如连弩啊 一些暗器啊 这个现在还没有得到证实 考古没有揭露出来 这个水银是肯定了 这是第一层次 第二个层次呢 就是地宫到这个内城之间 比如我们兵马俑博物馆里 陈列的一个铜车马 铜车马就是在地宫和内城之间的 一个陪葬坑 另外第三个层次呢 就是内城和外城之间 这个里面呢也分布着大大小小的很多的陪葬坑 补充一句 内城里面我们可以看到有两个小框 这个两个小框是地面建筑 是给秦始皇初一十五 烧香祭祀 这一个地上建筑 在这个地上建筑和地宫之间呢 被证明了有大量的陪葬墓 他们14年15年的时候 我曾经做过发觉 很多的这个陪葬墓的墓主 都是年轻的女性 这样就引起人一些遐想 比如我们当时文献上说的 后宫没有生过孩子的 可能都给秦始皇陪葬了 但是未必就是和秦始皇同时埋葬 他有可能是在秦始皇死后很多年 在二世期间 就是作为一种身份地位 他陪葬这个皇帝的跟前 在内外城之间呢 还有大大小小的很多的陪葬坑 最后的一个层次 我们说第四个层次 外城之外 整个的这个范围涵盖了有50平方公里 那么秦始皇冰马俑陪葬坑 在内的一些 我们能知道的一些陪葬坑 实际上是在哪 看 冰马俑坑在这个位置 已经属于第四个层次的陪葬坑 说好东西太多了 都有什么 简单地说几个 第一个 这个位置 水禽坑 它是模仿的一个水上环境 埋藏了有很多的铜水鸟 比如仙鹤 天鹅 大雁 最精致的 其实这件仙鹤 嘴里头 它还含着有一个鸟 它是模仿这个仙鹤 觅食的这么一个瞬间 一个动态 百戏永坑 百戏永是什么意思 就是我们过去古代是 是死如是生 生前有什么东西 死后一定也要有 那当然了 生前的时候 肯定有位秦始皇服务的 这些文艺工作者 他们做了这些艺人 也做成陶永来给他陪葬 当时的人好像比较擅长举顶 所以这两个百戏永的造型 是举顶的造型 你看它赤裸着上体 然后穿着超短裙 和我们以前经常见的 兵马俑的那个形象 就不太一样 因为它的性质是不一样的 石铠甲坑 象征着帝国的武库 里面埋藏着大量的石片 做的铠甲 他们有过一个试验 就是类似于这样子的 一零甲一 一个人工作八个小时 需要三百四十多天 这个从广从重量上来讲 就不可能是实用的东西 它不可能穿着去打仗 所以是模拟的名气 因为我有过很长时间的一个 从事兵马俑发掘的经历 所以我可能在我发掘过程当中 会有一些切身体会 我在这里面想提出来 和大家一起分享 中间有一些观点 可能会不被接受 首先我说兵马俑 它作为陕西的一张名片 这一定程度上已经代表了秦始皇陵的一个代表 比如水秦坑 我们现在很多人可能还不知道 但是提兵马俑 全国甚至全世界肯定会很多人知道 所以我现在要确定一个说 兵马俑它是八大奇迹 勿容置疑 另外呢就是兵马俑它八大奇迹在哪 数量多 形体大 制作的写实 精致 三个坑一共加起来 推测有陶永是八千余件 数量非常多 当我们进入一号大厅的时候 扑面而来的六千个 就是这个庞大的军阵形式扑面而来 好的一个点之一呢是什么 是千人千面制作的非常写实 比如这两件陶永 我们可以看到一个年纪小 一个是中年男人的写 中年大叔的形象 这个陶永呢 一个年龄好像看起来相仿 但是左边的地位要低一些 就是这个地位是低一些 他是一个普通士兵 那么他的形象来说 就是朴实一些 右边的这个呢 是我们俗称为将军永 实际上他军衔达不到将军 但是他总是个军官 军官身经百战 还要有一定的知识修养 所以他表现的这个形体特征上来说 面部表情上来说 就是比较气宇宣昂 儒雅一些 尤其精致的是在他的额头 还刻着有抬头纹 这是千人千面 就是永坑里那么八千个陶永 现在发掘了一千多件 我们应该说 没有完全相似的两件永 另外这个陶永当时埋在坑下的时候 埋藏的时候呢 全部都是彩绘的 这个问题也是被全国人民所关注的 经常有人会问我说 秦永坑里面到底有多少才永 或者是我有时候也在网上搜 就是我发掘秦永期间 我是基本上不忍心上网 各种甚至是谩骂吧 就是怀疑谩骂 就是你们干考古的一天不干好事 你们那个保护不了 然后你们把它挖 挖出来以后彩色全都脱落了 成了灰秃秃的 因为现在我们去兵马俑的时候 大部分观众能看到的 都是陶永没有彩色了 就是陶永脱落了 现在这个问题我接下来会说 首先呢我们看看 为什么引起大家这么心痛 因为彩色真的很好 比如这件绿莲蛹 它出土于二号兵马俑坑 是一个跪舍俑的形象 它的肤色呢是绿色的 至于肤色为什么要用绿色 现在也没有定论 有一些争论 这是肤色的一个个例 大部分人的肤色呢 是接近于正常颜色 正常颜色其实也是有区别的 所以这种牵人牵面 还有另外一个呢 就是牵人牵色 肤色不同 你看这个脸色苍白 再加上它塑造的时候 两个眼睛比较呆滞 在脸蛋这个地方呢 肌肉塑造的就是比较松弛 给人的感觉就是一个病痒痒的状态 右边的这个年轻 白里透红显着健康的这种肤色 最精致的这件 我可能是每一次都要拿出来给大家分享 就是它写实到什么程度 不仅是牵人牵面 牵人牵色 而包括有一些下眼显的地方 这个眼睫毛它都要用彩笔把它画出来 还有一个就是牵人牵色的 另外一个就是穿的衣服也不同 我们都有一个感觉 就是勤人上黑 是不是勤人都除了其他的颜色 就整天是黑秃秃的 这是一个理智和日常生活的关系 我们说以黑为理 但并不是说其他的颜色 它就不用 在永坑里面这个现象反映得非常的突出 它们的颜色是五颜六色的 并且还很有情趣的 比如说衣领 秀边 它们还会用叉色来镶嵌 其实这个秀字上面的颜色 这是一个重大的发现 我们一般的就是陶永这个颜色 都是用矿物制颜料 但是这个紫色不是 这个紫色是人工合成的 也叫汉紫 以前被认为是在西汉以后才人工合成 能合成 但是实际上是从秦代的时候 已经有了这种颜色 另外我们去看兵马俑的彩绘 陶马实际上也有颜色 但是陶马身上的颜色多半都保存不好 这个就是我们发掘过程当中 这个陶马的颜色已经脱落 粘在泥土上的样子 这个颜色一般都是枣红色 但是不知道为什么原因 在它的腹部或者是脖子 这些背光的地方 它会涂上绿色 白色的马蹄 我说兵马俑是奇迹 刚才我说了大多金 另外一个就是它的细小之处也做得非常地真实 比如我刚才看到的说眼睛毛 另外就是它的钮扣 还有著名的就是秦勇的鞋 在鞋上面它都留着针脚 这是被认为是严格写实的一个证据 在我发掘期间 我曾经看到这样子的手掌 手掌上它雕刻了手掌纹 我说到这些模式的时候 我想大家都能接受 我因为全说的是兵马俑的好话 但是如果我要说 在我认为兵马俑的地位 我们现在应该适当地给它降一些 首先它在秦始皇陵 整个陵区的范围来说 它是处在靠外的位置了 另外就是我见到了一百多个陶俑 就是我发掘期间清晨精灵了一百多件 大部分的陶俑是有瑕疵的 这种瑕疵发生在两个阶段 第一个是先天不足阶段 比如塑造 塑造我们可以看见这件陶俑 它的两个胳膊的比例实际上是不合 不符合人体比例结构的 它几乎就是没有小臂的位置 这些问题有一个历史原因 就是当时的雕塑 对人体掌握的水平 就达到那个程度 另外就是陶俑它本身是泥胎 在烧制之前 泥胎过重会产生变形 所以它要尽量地减少这个部位 减少关节 还有一个残次 发生在它烧成后 往永坑搬运的过程中 我说它发生了一些交通事故 造成它的腿 胳膊 比如还有马腿 就这些脆弱部分 发生的断裂 很奇怪的就是我们都知道 秦代有一个工商的手工业管理制度 叫物乐公民 就是这个东西你制造的 你把你的名字得刻上 如果这个东西不合格的话 或者残次品 是要追究你责任的 可是非常奇怪的是 当我们以往经常把这个物乐公民制度 用到秦永坑的研究当中 就是我的前辈们都是在这样说 反而到我这个时候呢 我看到了大量的残次品 它是在永坑里面 在军阵这个队伍里面 并且有的伤员是伤势非常严重的 为什么这个现象 这个里面我就后来想了一个问题 首先我们要正确地定位 当时的雕塑水平 我们另外呢 还要把实际的手工业生产 就是实际生活当中的 手工业生产管理制度 和对陶永这种名气 给墓葬里面用的这种名气的生产管理制度 可能要分开来考虑 名气是埋在这个坑底下 埋在地里面 它就意思就到了 它没有使用的价值 所以出现这种残次品 所以考古是一场什么 考古不仅需要清理这些彩 还要解读这些彩 秦永坑本身是一个非常多彩的一个陪葬坑 这个里面所有的东西都有彩 比如皮盾 比如冰气坝 比如战鼓 甚至比如木车 因此在清理这些痕迹的时候 因为这些痕迹可能是我作为一个女性的工作者 是非常关注的 另外我还有一个感触 就是人都说考古不适合女人来做 女性不适合干考古 实际上以我自己的职业经历 我是感觉女性干考古有优势 第一个在这个团队里面 你往往是弱势 就是少数群体 最好的房子一定是给你住的 最难去的地方 男同志一定他们自告奋勇地就去了 还有一个女性 她本身有职业的特点 就是有性格的优势 耐心细心 可能是更细腻一些 所以我清理这些 就是类似于这些 七顿战鼓上面的彩绘的时候 我往往会关注 这个线条 铁线苗 这个人好心细 然后那个云彩是平涂的技法 这个人的化妆的水平一定不错 说了这么多 时间也超了 想归结一句 考古是什么 考古是关于人生的痕迹 死的痕迹 还有跟生死留下这些痕迹 相关的痕迹 我们绝对不仅仅是挖木 也不是为了挖宝 这是我今天要跟大家分享的 作为一个考古人 我们追求的是以物说话 替古人说话 重要的是透物见人 好 谢谢大家